玩具小販變身億萬富翁 車路士班主和普京情同父子 告訴你,他是俄羅斯富豪阿巴莫域志 你可能會拋頭,哪位呀? 但一提他是英超球隊車路士的老闆 你可能會馬上會... 這位被複布斯估算 身家達到117億美元的富豪 猶太裔的他,出身貧府 做過技工和玩具小販 開過石油貿易公司 在1995年,低價收購西伯利亞石油公司 又進軍旅業 順利打入正商名流圈 成為普京身邊的紅人 兩人被指情同父子 他在2003年,買入車制之後 成功帶領球隊成為歐洲球壇一支精英球隊 亦令他在國際間聲名大操 當年他用了1.3億英鎊 即是大約13億港幣,收購車制 幫球隊還債之餘,還大開水喉 買入高質素的球員 還經常現身球場支持球隊 令球隊在2004至2005年球季 拿到近50年來首次英超冠軍 有錢就好辦事 不過他都有錢未必解決到的煩惱 好像他上個月 就因為英國遲遲未批他投資移民簽證的續期 令他在車路士拿到足總盃冠軍 沒有得捧場 不過不要緊 有猶太人血統的他 早前獲得以色列證實他的公民身份 以後他拿著以國的護照 就可以免簽證入境英國 但他在英國的工作阻滯 令他暫時各自車制起身球場的計劃 超過! 蘋果又惡又堅慧 明家力撐 速度快快快快快快快追前線